桃園一名蕭信員警 他應該說是蕭信的退休員警 經常拍影片批評警察 沒想到他昨天又再度到八德分局 來拍影片 還大聲弄搶 走進派出所找人 警局裡員警看似不意外 因為他是警局常客 疑似因為報案被激怒 上門算帳 但找不到人氣不過 還撂下這句話 16號下午4點多 消息男子舉報為庭 接下來他就來到派出所門口丁哨 後續還將嗆聲影片 上傳至社群平台 八文還大算 記得要與女男警保持安全距離 免得被栽贓為性騷擾犯嫌 因為這名55歲的退休員警 上個禮拜才被女警提告 席兄起訴 沒想到這回又對警方開嗆 引揚眼以100通110 電話伺候派出所 以涉及違反社會秩序 違覆法及妨礙公務等罪嫌 全台巡迴就連台南警所也有他的足跡 退休後的生活還是離不開警察局 但影響到遠景勤務甚至出言恐嚇 執法犯法就得付出代價 三立新聞十明期岩永安許家瑜 桃園報道